小汽車觀點 是的 你沒有看錯 這還是小汽車觀點的頻道 我平常雖然對車很有興趣 但我也對房地產很有興趣 我的興趣有一項就是看房子 那今天很難得有機會 我們來看一個 在台北市中心裡面 我認為非常特別的建案 這個建案叫做J12 只有12戶 非常的單純 一層一戶 一戶是131坪 那這個當然是屬於 比較價位高一點的房子 那跟著我們一起去看吧 我們現在在2樓 它的10坪屋 這單戶是131坪 那總共12戶 那現在應該已經賣掉很多了 那這是2樓的樓層 它這一棟建物呢 其實最特別的是 每一個樓層都有不同的景觀 一般來講大樓的低樓層 通常景觀比較差 大家都比較喜歡一望無際的景觀 但是這個建案我覺得非常特殊的是 它在低樓層的景觀非常的特別 就像我們現在在這個2樓 它有180度的景觀 整個家裡是被山、森林環繞的 這種景觀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 是非常非常難找得到的 你看好像悠閒的午後 你坐在這個屋子上 看著你栽種的花 和自然的景觀 是一個多愜意的午後 當然有低樓層就有高樓層 在高樓層的景觀當然又是不一樣的景觀 但客廳一樣都是一個全景的景觀 整個家裡全部籠罩在森林裡頭 這感覺是相當不錯的 好再來呢除了說主要的客廳之外 當然還有一個Living Room 就是起居室 這是可以放鬆看一個電影啊什麼的地方 但這景也很棒 好 坐下來之後 坐下來之後 除了面對電視之外 右手邊看到一樣是三景 好 那看著房間 那這個就是小孩房 讓我們過客房 太大的設計 你看有一個更衣室 這是一個更衣室 比你房間還大 真的 你看喔 這一戶的露台 你看多建議 很棒齁 整座山就是你家風景 這家序列室開啟 擁有一個氣派的書房 安靜的空間 我想是很多男的夢想 那在這個案子裡頭 我們看到這書房 哇 真的是相當的棒 不只景觀非常非常的氣派 同時這空間也相當的寧靜 看到這個景觀 然後如果在這裡閱讀一本好書的話 我想這應該會是人生裡大享受喔 你看這個連門把都有巧思 你看這實在太浮誇啦 這是什麼呢 我想應該是浴室 浴室 浴室 精神 我跟你講這個主握跟贏件實在太棒了 搞不好比我家很大 這是哪一家買貨公司的VIP Room 你看可以放好多視頻 好多衣服 你家的浴缸 旁邊我們休息室 你看 還可以在這裡休息 哇 人太爽了 哇 這個 主臥室耶 主臥室都比人家家裡大 這叫人開得比較適合 哇 主臥室裡面還有一個起居室 一個房子到底有幾間起居室 不過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戶 這是兩戶 大成一戶 那這裡應該有幾戶都是這樣子 都是兩層 所以一層如果是公共空間 一層是私人的空間 就是臥室的話 那真的會非常非常大 那單一層是131坪 那如果兩層的話 就是262坪 哇 一張之間 唯一 市場 最大 東 都 請 這是